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位 下王殆尽 来不走就来不及了 秦人 败了 天王还仪 密西对象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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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役不仅拯救了赵国 也阻断了秦军征服天下的脚步 匪之战赵军的指挥官是李牧 大将军 欢迎投往北方 不用追了 我们是谁 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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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王 又长高了 为下一战 杀秦人十万 大将军 为赵国报仇啊 大将军 大将军 恢复 大王 秦人还会来的 将军在 赵人 就不惧秦人 是 伯父说得好啊 将军在 赵人 就不惧秦人 母亲和我商业 封将军为武安军 大将军 谢谢大王 秦国有武安军 寡人 也有武安军 秦国的武安军 下场可不好啊 相邦说什么 郭开说大王英明 大王英明 为统一天下 秦国已经努力了一百多年 到秦王嬴政时期 秦军的战斗力达到了顶峰 这个环仪 竟敢逃亡燕国 大王 李牧在 赵国不好打呀 灭亡六国就在旦夕之间 然而赵国出现了一个李牧 李牧是秦军的克星 灭亡以三族 国卫 秦国 就没人能够打得过李牧吗 王爷 郭老师 老师 祠 你去旧 祠 请 啊 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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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动了 你动了 大家不要慌 不要慌 军上 你动了 军上 怎么办呢 大家谋慌 代帝在赵国北方 与匈奴和秦国相邻 李牧一直驻守在代帝 李牧的边防军曾经一战 射杀十万匈奴人 匈奴从此不敢南下 天有照顾 然而 代帝贫瘠 饥荒时有发生 大王 赵国地动 你们都听说了吗 干旱 加上地动 大王 灭诏的机会来了 王简 王简 寡人半年之内一定就去汉郸 大王 赵国 还有李牧 李牧在 请我就不灭昭了吗 灭昭不依 大王 如果李牧 不在呢 我立王后 你反对 李太子 你还是反对 但寡人知道 你没有死心 换太子来 诺 我人才三十多岁 就不行了 心有不甘哪 锦儿 任何时候 都要相信李沫 爹 爹 爹 李沫 只要李沫的边君在 赵国就不会有事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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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人正在集结军队 你是寡人的武安军 打仗 你说算 代帝大汗 又遭地动 没有粮食 怎么养活军队 没有粮食 打不了仗 要多少 二十万人 够吃三个月 武安军 朝廷不向代帝争粮 代帝也不向朝廷要粮食 这个规矩可是拟定的 大灾之年 代帝的百姓都要饿死了 没有粮食 打不了仗 寒郸也缺粮 没有粮食 便认怎么打仗 秦人 说来就来 伯父 赶紧想办法 不给粮食 不给粮食 礼目不走 这个礼目 根本不把太后放在眼里 她就被团了 她就打仗 妈妈 你的家需要修善了 这是齐国的酒 最好的酒 来 与武安君共饮 与和氏璧相仿 天下再没有第二件了 公子不必说辞 武安君想要的粮食 我可以想办法 饥荒 地洞 这是老天在惩罚赵人 如果再遇上人祸 一个 一个顽劣的孩子 一个不断的女人 赵人离王国就不远了 赵国不强 王祖此乡残杀是祸根 寡人的哥哥一直心怀怨恨 李牧 你明白寡人的心思 寡人不想杀哥哥 射击崩崩塌在极 武安君就不能站在我一边吗 先祖的基因 先祖的基因不能毁在 富人的手上啊 公子 酒喝多了 春平侯是赵岩的哥哥 曾经被立为太子 哥哥在秦国做人质的时候 赵岩取而代之 趁其继承了王位 我是嫡长子 也是太子 如果不去秦国为治 这王位本来就是我的 秦人 就在门外 赵国人不能自己先动手打起来 沙丘宫变故 公子还记得 赵武凌王时期 两个儿子因争夺王位 在沙丘宫自相残杀 强盛一时的赵国 从此走向衰落 我王说 只要李牧离开代理 相邦想要什么 尽管说即可 我已经是赵国的相邦 何必冒险呢 相邦很清楚 秦灭赵是迟早的事 赵国如果灭亡了 相邦还是相邦吗 相邦的家业 又怎么传给子孙后代呢 他 这个李牧 真以为赵国离了他不行 无法无天 除掉李牧 军队交给赵葱和颜巨 赵国就是公子的了 赵国就是公子的了 当初立赵谦为王 也是相邦谋划的 此一时 彼一时啊 秦人又要来了 这一次 郭开以为 唯有公子能救赵国 我以伪造李牧 思同公子家的书信 只要以此鼓动太好 我要孙琪 我要孙琪 谁要孙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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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孙琪 谁要孙琪 王子 走太多 五十钱孙琪 赵衣一百钱 买的多赚的多 都来买啊 都来买啊 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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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 老子 老子 快点 你追他 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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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射主方 目无法尽 你知道我是谁吗 不知道 我是公子家的舅父 你们是谁 拿下 我是公子家的舅父 你们是谁 放开摩 我是公子家的舅父 下走 你们是谁 放开摩 你们是谁 公子 我在咸阳的人通报 秦军就要来了 赵国是存是王 就在将军一人 家愚钝 不能保全赵人 实在是惭愧 寡人非掌利诱 非公子家不好 实在是因为 王后 王也是人哪 一想到公子家 寡人心中有愧啊 赵家虽然是长子 但不是王后所生 因此被废了太子之位 将军何时离开寒郸 要来粮食就走 代帝 已经饿死人了 邯郸的粮食 都在郭开和春平侯的手里 来人哪 我是公子家的舅父 放我出去 我是公子家的舅父 放我出去 我是公子家的舅父 放我出去 放我出去 看明白了吗 李牧 死同公子家 你知道吗 不知道不知道啊小宝 小宝 先弯病蛊 再阴割 师父 你想找我做什么 你说呀 太后 太后 这半个月 李牧和公子家 就见了三次 我看了 信确实是李牧写的 我认识李牧的字 这印章也是李牧的 先王一再嘱托 李牧可以依靠 李牧 曾经在酒后说 太后 是赵国的祸根 先王费公子家的时候 李牧就极力地反对 我还是不相信 李牧会谋反 拜见太后 太后 这个人 就是公子家的舅父 公子 公子 有麻烦了 是郭开抓走了舅父 收拾东西 今晚就离开邯郸 公子 我们去哪里呢 海灯去哪里呢 去代帝 诺 千儿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在睡觉 公子家私通李牧要谋反 谁要谋反 李牧 公子公子家 怎么可能 父亲说过了 林牧在 赵国就在 军上 是猴报 是猴报 秦军已离开咸阳 王贱为上将军 赵国的麻烦终于来了 我要连夜赶快待仗 军上 粮食怎么办 你留下来 继续要粮 没有粮食 打不了仗 诺 公元前229年 代地地震 接着又发生了饥荒 秦国乘机发动了战争 名将王俭率领秦军主力 直扑带地 据我所知 李牧已返回了戴帝 先生 不要着急嘛 我王的意思 只要把李牧跟代替边军分开 相邦仍是秦国的上帝 李牧是生是死 相邦说了算 大王 公子家逃亡代地 李牧也离开了邯郭 也离开了邯郸 千儿 谋反不可能又假 没有李牧 谁来替赵国打仗 谁来保全寡人 大王需要的不是李牧 而是代帝边君 赵聪可以去代帝 统领边君 赵聪会打仗吗 对大王一心一意的 是伯父 如果赵家做了王 那大王和太后宫 性命难保啊 我不行 我不想做王了 我不想做王 我不想做王 李牧统领的边君倾巢而出 大战一触即发 这场战争是关赵国的存亡 公子在赵国就不惧秦国呀 大王 大王 太后 边君在谨心与秦人对质 粮食很快就要吃完了 边君为何不主动出击呢 这打质 这打质 这打败了秦人就不需要粮食了 李牧不是很能打吗 相邦与秦人打一打试试 大胆 竟敢对相邦无礼 拿下 这 大王 武安军还等着粮食呢 大王 大王 拉下去 大王 武安军还等着粮食呢 大王 大王 武安军还等着粮食呢 大王 大王 将军 粮食东平西搜也就够一个月 邯郸的粮食马上就到了 大王虽叫 钱车质检他不会吧 公元前二百六十年 因为断粮 四十万赵军被秦军杀死 令赵国元气大伤 秦军虽然强大 但远道而来 相持越久 李牧的机会就越大 赵军就有反攻的可能 长平之战 已经过去三十年了 硬碰硬 我们打不过秦人 只要粮食充裕 相持 我们就有机会 大将军 邯郸来人了 我安军 大王的诏令 那是 春平侯病重 大王召我回邯郸做相邦 谁何妄见大仗 谁何妄见大仗 原来是公子待我 大王召我 聪明辨据 将军 这个招我们不打了 回邯郸 对 不打不打啊 不打了 粮食呢 粮食何时能到 太后说了 只要武安军一到邯郸 粮食即刻就出发 这是拿粮食来要挟我 将军 豪廷不信任我们 我们回邯郸 对 对 回邯郸 不打了 回邯郸 不打了 不打了 我不去邯郸 他们不给粮食 没有粮食 二十万人 怎么打仗 现在亲人就在外面 王俭这一次来是灭赵的 守住戴帝 邯郸就有机会 赵国就有机会 放弃戴帝 邯郸就完了 赵国就亡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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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子 和王俭打仗 你不行 他们也不会服你 你先回汉郸 李牧随后交道 看在我们都是赵人的份上 看在我们先祖的份上 给赵国 你自己会 回大城 苟且一世 但是少在这里 你们 都可能会死 为了赵国而死 死得其所 因为我们是 赵人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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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子 请过来吧 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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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牧 思同公子家 蒙逆 国开 你果然卑鄙 大王令 杀李牧 杀杀杀 杀杀杀杀 杀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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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开 你要的是我死 放了我的病事 好 我答应你 来 哈哈哈哈 李牧死后 赵军失去了灵魂 王俭很快就攻破了赵国的都城 王俭 大王 你看看这些人 二十多年前 他们欺负寡人 凌辱寡人的母亲 就一个李牧 他们还杀了 史书记载赵谦和太后投降 国开被愤怒的赵人杀死 而春平后下落不明 这些人 就该亡国灭种 吴绪 姐姐 姐夫 吴绪 请 请 赵雍之前一百多年 赵氏先祖赵吴绪是晋国的重臣 公元前四百七十五年的一天 赵吴绪邀请代国国君宴迎 这是一个巨大的阴谋 姐姐 姐姐 一向可好啊 好 一向都好 来 上个酒 这是靳侯的酒 天下最好的酒 来 果然是好酒啊 好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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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酒啊 好酒 请 请 来 上酒 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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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野出去 再走 大王 灭 大王 切血无情 爆裂任性 这是赵家人的兵性 赵无序灭了代国之后 俱为己有 赵氏的土地大大增加 时代在裂变 旧有的秩序被抛弃 弱肉强食大行其道 春秋末期 晋国国君形如傀儡 土地被豪族瓜分 豪族之间攻伐不断 公元前四百五十三年 实力最大的智氏联合韩魏两家 企图灭亡肇事 军上 粮食最多还能劫持一个月 一年多了 不能再等了 再等下去 晋阳就是一座死城 可恶的志士 这是要置我们以死地呀 孟坦 赵氏的存亡在你身上 制止死地而互生 孟坦 永远是赵人 赵氏命运多传 几度濒临灭族 暴裂的性格很容易制造敌人 而有些敌人是致命的 这一次赵无序 微如雷软 一百多年前 韩氏就赵氏孤儿 赵人 一直不敢忘 我们是一家人 纯齿相依 只是虎狼之心 灭了赵人 接下来一定就是 韩人和卫人 纯王齿寒 措断了赵人 李宗俊 监 Sempre 三甲联合 至世可灭 韩魏 救命之恩 赵氏 一定 后报 君上 先生回来了 快 快请先生 俊上 大事已成 天佑超人 超人有救了 哈哈哈哈 崩潭 你是赵人的功臣 来 赵氏几乎崩溃的时候 韩魏 韩魏两家倒戈 赵魏韩三家联合最终灭亡了志士 请 瓜分了晋国 史称三甲分晋 来 赶先生行礼 强悍的赵无序成为赵国的殿基人 天 天 终究不灭 赵人 记住 我们是赵人 赵人 我老了 命不久已 命不久已 我老了 父亲何出此言 我打算 船尉给赵换 我是赵家的第一张子啊 父亲 先父 如果船尉给我的时候 我也不是嫡处啊 天下都是嫡长子继位 为何救我不行 我们是赵人 赵人不同 父亲 上古时代 各国都奉行嫡长子继承制 但赵氏不同 父亲 他们任性作为没有规矩 喜欢谁就立谁 父亲 任性和爆裂是孪生兄弟 一言不合 一气之下 赵氏就怒发冲冠 斗殴杀伐 在赵无序之前 六代赵氏 至少有四次兵便残杀 赵无序将军位传给了侄子 儿子 儿子因此怨恨 内乱 内乱 不可避免 因为内乱 因为内乱频繁 赵国一直实力有限 经常被大国欺凌 直到赵雍即位 这就是小女 叫什么名字 我叫娃银 为寡人古琴如何 小陈告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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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人隐隐心 男儿交换 连出帮 灯火 连出帮 温暖 孽暖 在赵氏 在赵氏 足够 微信 咱们 昔日寡人游猎大龄 梦中遇到一女子 就叫我阿盈 唱的歌也一样 奇怪了 天下竟有此其事 愿意陪在寡人身边吗 赵雍做王第十六年 这个叫娃盈的女人 成为赵国的王后 没有人想到 这个女人不仅改变了赵雍 也改变了赵国的命运 你们都看到了 这个服饰我们穿了很久了 可是 它不适合作战 你觉得呢 赵成 大王 君主有君主的衣服 大夫有大夫的衣服 百姓有百姓的衣服 这是数百年来的规矩 不能说改就改 穿衣务必符合礼数 施了礼就会偏离正当 大王请三思 背叛衡远离教化 这怎么可以呢 今年我思念也liyor 就被塞金不了 哪一 fires 这是寡人的战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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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知道 这是寡人的战马 这是寡人 riots 疾瘍伤 周哥 你这 这 是 这是寡人的战马 打 赵苏 骑上去 大王 这是何意 骑上去 赵文 大王 你试试 赵诚 赵诚 大王 你要不要试试 我这衣服 衣着不便啊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都看到了吗 看看我们的周围 楚国 秦国魏国 哪一个不是虎狼之心 还有中山国 仗着齐国的兵力 侵占我土地 俘虏我百姓 这个仇至今未报 难道你们都忘了吗 中山一定要灭 赵国的疆域 一定要向北延伸 这是 寡人的心愿 也是所有赵人的心愿 可我们没有一支强大的骑兵 怎么来完成 所有赵人的心愿 胡府 穿胡府 更容易骑射 听明白了吗 大王远见着实 乃赵人之幸 见大业者 不拘腻于旧胸 为意 明日就穿胡服 赵庸爆发出了 惊人的创造力 他开始大刀阔斧的改革 胡府其设 只是开始 赵庸要锻造一个强大的赵国 一个可以争霸天下的赵国 仅仅十年时间 赵庸征服了北方的游牧民族 赵国的疆土延伸到了草原深处 连续不断地攻打中山国 直到这个心腹之患被彻底包围 赵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国 拜见父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父亲 父亲 这一年多以来太多人指责你了 你的叔祖赵成 先王的众臣肥义 都不同意立你为太子 既然不能服众 寡人只有 立赵和为太子 父亲 我是嫡仗子 父亲 赵和才十岁 寡人之义 已决 父亲 父亲 我是嫡仗子 下去 父亲 我是嫡仗子 吴娃死后两年 赵雍废了太子赵章 直接将王位让给吴娃的儿子 年仅十岁的赵和 熟悉的一幕又开始上演 大王 从今天开始赵国有了新王 你们要像服侍寡寡人一样 服侍新王 竭尽心力 服侍新王 拜见新王 赵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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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兴远远超过了祖先 他放弃了王位 号称主父 威名传遍天下 大王 年富力强的赵雍 为何会放弃至高无上的权力呢 赵雍缔造了战国时代最强大的骑兵 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支赫赫有名的骑兵军团 没有人知道赵雍心中有一个大怨 让位与幼子是实现大怨的第一步 从赵国的高原南下 骑兵直接攻击秦国的都城 在赵雍眼里 只有秦国才是赵国的对手 打败甚至灭亡秦国 这是赵雍的大怨 赵使尽见 正使拜见秦王 赴使拜见秦王 赵国的主妇可好 主妇忙于游历 不过一直惦记着秦王 待寡人问候主妇 回馆义歇息吧 谢秦王 赵雍 赵雍 一扶桥庄庄来到秦国 他想亲自了解对手 如果在邯郸做王 他既没有时间 也很难如此冒险 从秦国归来之后 赵雍迅速灭亡了中山国 他不仅是改革的领袖 杰出的指挥官 成功的冒险家 还是一位天才的制度设计师 在攻打秦国之前 他还有最后一件大事 需要完成 一百多年来 邯郸和代帝因文化差异 一直矛盾重重 赵雍有一个大胆的设想 将赵雍一分为二 两个儿子分而置之 而他以主妇的身份 统领整个赵雍 小臣拜见大王 主妇宴请大王 请转告主妇 大王知道了 主妇设宴 这赵雍一定会去 我担心其中有诈 公子张野心勃勃 天不理残忍好杀 两人必定图谋不轨 大王不能去啊 主妇设宴 不能不去 带我前去查看 大王等消息 我若有事 不要犹豫 法兵攻灭逆贼 相邦不能有事 有更好的办法吗 大王 这 没有更好的办法 沙丘共 位于邯郸和带地之间 赵雍希望父子三人 在这里达成共识 他没有想到 两个儿子集齐后面的两股力量 势如水火 他们只想杀死对方 主妇的宴席 设在哪儿 没听说今晚有宴席啊 果然有诈 相邦肥义曾经是赵雍最坚定的支持者 但这一次 他以生命为代价反对赵雍 无论如何 国家不能分裂 智慧如肥义 也不能理解赵雍 歹地的大儿子赵张杀死了肥义 但实力雄厚的王室贵族赵成 支持邯郸的小儿子赵和 为何把我生在赵家 赵成不但杀死了赵张 而且成乱囚禁了赵雍 天杀的赵成 天杀的赵成 你杀了我儿子 正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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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活命的赶紧出去 退 赵成 你杀了我儿子 我的儿子 王室之间的残杀就这样阻断了赵国的崛起之路 赵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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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分裂赵国 一代萧雄 饿死在沙丘公 赵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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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 赵之 死后十多年 秦国一家独大 唯有赵国与其抗衡 赵使拜见秦王 赵使拜见秦王 这就是寡人要的宝物 赵使拜见秦王 天下再也没有这样的宝物了 宫河大王万岁万岁万岁 宫河大王万岁万岁 万岁万岁 万岁万岁 大王大王大王 何时必有一处瑕疵 让我指给大王 都别动 谁敢过来 我就用头撞住 粉碎和石壁 都别动 赵王摘见了五天 才派小臣给大王封送宝物 因为赵国尊重秦国 今日大王见我 态度傲慢 群臣喧哗 目中无人 秦国承诺的十五座城 能不能给赵国 我看不出诚意 我看不出诚意 赵氏的意思呢 大王若能答应 摘见五天 用九宾之礼相迎 我就奉还和石壁 好 好好好好好 好一个招式 寡人就答应你 令相如是典型的赵人 不畏强权 无惧死亡 任性而暴力 战国后期 面对强秦 当其他国家 都苟且偷生的时候 赵人一直在反抗 封廷派人来 说上党宁死也会详秦 想归赵 谁愿意做秦人 狗都不愿意 是接受 还是拒绝呢 秦国图谋上党很久了 上党归赵 是韩国想嫁祸于赵国 臣以为 赵国不能接受上党 上党有整整十七座成议 如今这年头 得一座都难 何况白宗的十七座 秦强赵若 秦国若为上党 而攻打赵国 后果不堪设想 上党高地 居于秦赵之间 失去上党 邯郸就失去了屏障 拒绝上党 得意十之苟且 接受上党 赵国还有战胜秦国的机会 说的好 袖手旁观 秦国今年可以不攻打赵国 明年呢 后年呢 谁能保证秦国 永远不攻打赵国 赵国和秦国 迟早得有一战 连颇早就等待这一日 做准备 接受上党 公元前二百六十二年 赵国接受了韩国的上党 愤怒的秦国 大举功诏 在长平一线 秦赵两国各自囤积了数十万重兵 双方实力相当 僵持不下 战争已经持续了两年之久 大王 大王 上卿为国操劳 寡人有愧啊 大王 齐国不愿意借粮 我们的粮食 也支撑不了多久了 四十多万人 两年了 再多的粮食也经不起消耗啊 连颇长于防御 短于进宫 战事再拖下去 对我们赵国不利啊 赵阔如何 寡人想以赵阔取代连颇 赵阔取代连领 赵阔取代连领 这怎么可能 是什么 大王不可 赵阔输读兵书 但战场不是坐而论道 需要经验 可怜 可怜婆周围 全是代帝之人 不肯死战 明将发于卒 赵阔在邯郸长大 臣担心呢 赵阔精通兵法 或许 另有其谋啊 上卿的身体 寡人甚是担忧啊 连颇出身于代帝 邯郸的赵王和贵族 一直不信任代帝的将领 纸上谈兵的赵阔 最终取代了擅长防御的统帅 连颇 开门 是赵人 从长平来 开门 告诉大王 赵人 贵了 赵人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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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平之战 除了二百四十名年幼者 四十多万赵族被坑杀 这是上古时代最惨烈的一场战争 他决定了历史的走向 赵国从此再也无法和秦国抗衡 秦人一统天下已成定局 长平之战后 秦国一直围攻邯郸 企图一举灭亡赵国 疲惫而虚弱的赵人只能四处求援 军上已经进去两个时辰了 怎么还不出来啊 这合纵之事看来难成啊 再挡头下去了 这人真是 冲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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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王 魏国已答应出兵 就等楚国了 秦人皆虎狼 赵国要是灭亡 楚国也不能长久 三国合纵 秦军必败 楚国收复失地 重建国威 百利而无遗憾之事 为何迟迟不能决定 毛岁不解 公子的门客 果然名不细传 毛岁小儿反上 请大王千万不要计较 毛岁还不快退下 刚直爆裂 慷慨悲歌 这是典型的赵人性格 赵人可以被打败 但不可以被征服 当国家面临灭顶之灾的时候 悲痛的赵人 同仇敌开 一致对外 邯郸久攻不下 秦军只能撤退 秦国不得不放慢 一统天下的步伐 尚将军 大王密令 钥匹 4 5 4 6 6 8 9 10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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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王昏了头了 竟然以月圣取代我 月圣是个什么东西 怎能和上将军相提并论 大王还是不信任我们待人 脸颇被照过 出生入死 大王可曾想过我们的感受 月圣那个样子 看着就不像什么好人 上将军连坡是赵国后期的动量 因赵王不信任 一怒而反叛 逃离赵国 赶走连坡的是赵燕 赵武凌王的重孙 与其祖先相比 赵燕的任性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爱上了一个昌幽 赵国的男人慷慨悲歌 赵国的女人也非泛泛之辈 奔富贵 入后宫遍其诸侯 六国之中能歌善舞 武媚迷人者 大多都是赵女 寡人有件大事 与各位商议 赵女贤淑善良 寡人玉立为后 自从有了赵女 寡人心情好多了 立谁家的女子为后 郭开认为 是大王自己的事情 各位没有意见 就这么定了 卫王 一直想把公主 嫁给大王 赵女可以陪伴大王左右 用不着立后 赵兰一意孤行 立昌幽为王后 连坡之后 李牧是赵国最后的救命稻草 李牧也出自带地 他威震匈奴 数次打败秦军 以一己之力 支撑着摇摇欲坠的赵国 秦国发动统一战争的时候 李牧是秦人唯一忌惮的将领 相邦怎么在这里 将军也在 死马上 上将军 死马上 错了 李牧思通秦国 死罪 天杀的国开 赵国迟早回在你手里 杀李牧 死马上 你不该盼我 公元前二百二十九年 赵远的儿子赵迁 设圈套杀了李牧 不该 一年后 赵国灭亡 跪 江邦不必下官 大将军 史集记载 赵人和秦人同根同足 周五王灭伤之后 去了北方的弟弟 成为赵人 去了西方的哥哥 成为秦人 赵人和秦人本是兄弟 他们的气质和秉性 一直非常相像 直到商鞅变发 商鞅改变了秦人 而赵人一直是赵人 好勇而气躁 任性 而胡作非为 他们性情暴裂 无视法度 破坏力十足 民间贯于私斗 庙堂望诸乱杀 十二代赵王 竟然发生了十一次 大规模的兵变和内乱 如此赵国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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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ud�� 贯 我开 我开 你 赵人将王国的责任 推到了郭开身上 他们杀死了这个罪大恶极的人 其实王赵者实为赵人